今天蘋果日報終於把他的民調登到紙板上了 所以我們可以拿出來 好好的來解釋一下了 蘋果日報這個民調很妙 就是蔡英文總統看起來還是目前最強的 但是呢 韓國瑜輸蔡英文 郭台銘卻可以贏蔡英文 所以這裡確實也是蠻戲劇性的 那今天畫面上看到了 這是朱立倫 他去參加一個金庸特展 所以大家就有問到他說 你怎麼用這個金庸裡面的人物 來形容你目前這些黨內外的對手 那你猜猜看朱立倫是怎麼說的 你起來聽 來 隨便打一次 這一招 那招甚至模仿小龍女 朱立倫來到華山韌劍特展放超開 隨手撿到劍朱立倫心情看來很不錯 畢竟昨天政劍發表會才被說是撿到槍 那看了這麼多小說人物 覺得自己像誰 回到家我就每次跟我太太 開個玩笑說 那我好像郭靖 為什麼 因為 郭靖回到家通通都聽黃蓉的 蔡英文 覺得現在好像變成有點像做 女魔頭的感覺 周紫若 小說蔡總統心狠手辣又獨裁 韓國瑜是韋小寶 很會說很會講 至於郭台銘 則是霸氣的天音教主 教評郭涵各有特色 那不參加初選的王金平 又是怎麼看 但根據蘋果最新民調 當內戶比韓國瑜依然以29%勝郭竹 如果是對比式藍綠對決 蔡英文卻勝韓國瑜 若是對上郭台銘 則小數3%左右 顯示藍營基本盤挺韓多 但範率卻相對靠向郭竹 我是覺得我是最大公約數 那也是希望大家能夠彼此 不要分彼此 怎麼有信心 還是得過初選這一關 朱立倫大概只想把抽到 這一張上上籤的好運 印證在民調上 TVBI新聞 福建成 裡綜合台北報導 好剛才呢 我們跟這個由淑慧連線的時候 我們就問淑慧說 你有沒有聽說郭董打算 郭董 郭董 你剛剛已經阻擋了 郭董 郭董 我累了 我跟黃國昌宇一樣 這個郭董 有沒有可能就是最後初選 如果沒有贏的話 會不會拖黨參選選到底 大家討論度非常高啊 最近有這個風向 質疑的聲浪很強 卒會剛剛說 他覺得這個機率是0.1% 可是網路上都覺得 百分之二三十 真的 那這個事情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幫大家做一個整理啦 這個是信傳媒 這個網路的媒體 就報導說 有消息人士指出 馬時代的官員開始陸續進駐郭台銘的團隊了 所以呢是不是郭台銘獨立參選這件事情 不是空穴來風呢 甚至這個名單都已經出來了 說前行政院長毛治國 這個是確實是標準的馬系人馬 對標準的馬系人馬 說他負責嚴明統整政策白皮書 好包括前衛福部長邱文達 前政務委員薛成泰 前政務委員朱雲鵬 好像現在去說 都才幫郭台銘選 那都是馬政府時代很優秀的官員 甚至這兩位 你應該很熟悉吧 熟悉熟悉 對不對 文膽 馬英九的這個當總統啊 還有當黨主席的時候 楊獨很厲害啊 他非常會寫 對 但是你看 我今天打電話給他的時候 楊獨老師跟我講說 什麼 我在台南演講 這什麼事情 我沒有聽說過 為什麼 我根本沒有跟郭台銘見過面啊 沒有講過他啊 還是沒有跟他接頭到 我覺得這件事 甚至我有問他羅智誠的事情 楊獨老師說 他也很久沒有看到羅智誠 真的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有一點 像我今天打羅智誠 羅老師的電話是不通的 因為之前我記得羅老師 去好像出國去工作了 所以現在這件事情 這些名單列出來之後 看起來好像那麼一回事 好像很厲害 但是我今天也問了這個劉悠彤 郭董辦公室的幕僚 劉悠彤說 就沒有啊 一個都沒有啊 他說如果真的有的話 那就站出來嘛 這件事情有很丟臉嗎 不會啊 幫郭董選舉 不會那就站出來 可是就沒有人站出來啊 對 所以他覺得說 這些真的就是有人 真的是就是帶風向 故意帶風向 硬要講 但是他講一個重點 可是我覺得是 因為他郭董自己不簽那個 對 但是他今天有跟我解釋 郭董拒簽這個所謂公約的事情 公約啊 就是因為他不簽 大家一直耿耿於懷啊 但是他說他有 他不是完全針對這一點 他說他是因為針對 國民黨最後那一場會議的 所謂共視訣這件事情 共視訣 對 董事長有點不太高興 郭董不太高興 所以他最後沒有簽這公約 可是那個公約 基本上都是一些 非常基本的準則 不要拖擋參選什麼的 所以他這個動作 就讓人覺得起移動了嘛 對啊 對不對 所以才會有這些 各式各樣的風言風語 就傳出來了 但是 風又是風生的風了 嗯 對對風生的風 欸你你 我沒有想到別的東西去 那其實劉仁彤也有講 他說 你看到這些好像這些 所謂前場的政務官 感覺好像政仗很驚人這樣子 他說 因為郭董既然要準備 要決定要選舉 因為這是很倉促的 那其實 他對一些政策不熟悉 所以他也很想問問看董的人 他說 如果 就像我今天很多事情不懂 打個電話 就算沒有很熟 問一下專家什麼的 欸 他說我問你一下 你說有時候只是請義而已 對 就是諮詢一下 針對某個問題 欸有時候我問你一下 那個黑函的那個粉專 你可以丟那個連結給我嗎 對就是 有時候只是請義 被人家講成說 我找你來幫忙 對 他說 但是劉仁彤就說 如果有的話 那就直接站一個團隊出來 不是很好看嗎 但沒有 那個 找你來幫忙 這話題很敏感 蛤 對 找你來幫忙 這話題很敏感 對不對 因為這一個人 最近 唐大哥 像我大哥最近就一直被認回 幫忙找人 對 但是為什麼今天是風吹的這麼大 就是因為 週末的戰情勢就上個週末 唐相長就在講了 他就說 他覺得郭台銘現在的狀況 跟他支援的一個情形 他用五黨籍參選就可以了 但是現在唐相長講了這個話 所以風就越吹越大了 也因此信傳媒的報導 就是說一個知情人是說 郭台銘在看到韓國瑜 22號台中廠成功造勢的結果之後 他已經決定啟動第二階段的計畫 也就是即使初選落敗 也要繼續參選到底 但是這件事情 其實不只是在藍軍啊 也有可能是在 所謂台灣政壇 丟下一個震撼帶 那昨天 其實有當面 好像有當面有跟郭董講到話 林佳馨 現在在我們的視訊線上 佳馨 佳馨 嗨 傑凡 耀忠 各位觀眾大家好 佳馨你還好嗎 OK啦 非常好 啊不要亂講話 好好好 你才會亂講話 我怕你講了太多真心話 你昨天晚上這個政見會現場 你有碰到郭董 你跟他說了什麼 你最想表達訴求是什麼 好 郭董我沒遇到 可是我遇到他的一些助理 我當面要跟 我知道大家疑慮 我們現在最大共識叫什麼 全民最大共識叫拉下民進黨 包括張善政院長吳黨籍 他都願意妥協 只要人拉下民進黨 不洗一切代價 這種情操才是我們要的 我林佳馨不是國民黨員 你以前不是提民進黨的嗎 對 好 這過去我們不要再講 他沒有加入國民黨 就是倒是真的啦 林佳馨與很多韓粉 甚至所謂的沾山正粉 朱立倫粉 很多人最大理念就是拉下民進黨 而拉下民進黨最大的共識 就在我們放在國民黨 我昨天講一句話 在媒體上講一句話 我很中肯講 韓國瑜輸了你就認賬 我們全力挺郭台銘 甚至連我都會號召 全力支持郭台銘 我們只要拉下民進黨 一切改變 因為這幾年讓我們怕什麼 很難過 過了很難過的一句 我們沒辦法對下一代負責 而郭台銘先生到至今不簽署 黨內初選合約書 同一書就最大公約書 對你到現在不簽就讓外界留下個疑慮 何必這樣呢 凝聚最大的共識就是拉下民進黨 這才會全民想要的 甚至是討厭民進黨大家想要的 韓國瑜能勝選 國民黨到至今改變了什麼 我問大家改變了什麼 就橫空出示一個韓國瑜 然後他孤軍在奮戰 對他在孤軍奮戰中 就算他輸了初選 我林嘉欣一樣力挺 任何理念相同的人 拉下民進黨 我甚至會號召韓粉 認同我的我們就拉下民進黨 可是郭董你真的懂嗎 所以你們真的擔心 郭董獨立參選這件事情是嗎 我認為這樣啦 韓國瑜的愛與包容 郭董也可以講 那不是韓國瑜的專利 郭董應該親切而且深刻了解到 深刻了解到愛與包容 大前提之下我們要一起拉下民進黨 因為這幾年很多基層庶民 他都自己吃草證明沒毒舔盤子 不管綁鞋帶 他就會表現他親民的一面 可是你真正知道庶民的心聲嗎 在做草證去吃老闆 甚至說是恢復著准 甚至請我同樣做草證 我這兩天在鄉村走 我瞭解到我自己也要反省 我瞭解到一句話 你們心想我們聽得不夠 庶民失去的語言話語權 各位觀眾朋友林嘉欣已經接韓國瑜 大家知道他是我姐夫 但是大公無私 君子無私交 我跟他講過一句話 就長話說三個話說 替你的租民 替你的基層 討回話語權 我今天坐騎乘車從高雄回來 下高尾車在雲林高尾車回來 這裡阿銀 這裡阿左 跟我講一句話 他怎樣被霸凌被欺壓 我跟他講的很冗長的一句話 就很簡單或許很冗長 就你們沒有話語權 隨便車行 隨便政府擺佈 你們沒有話語權 我相信觀眾朋友大多數九成九以上 你們很怨恨 你們很憤怒 你們很想表達一切 可是抱歉你們沒話語權 都掌握在一些精英的份上 我要韓國瑜郭台銘 甚至任何人 你如果體恤基層 你幫他們搶回話語權 可是郭董你同意嗎 你願意嗎 所以你昨天跟他的就是所謂的幕僚助理 在反映這件事的時候 他們有給你任何的回應嗎 他們到目前有接了同情書啦 有接了意願書啦 可是到目前沒有這樣的回應啦 針對今天某台 記者那個事件我們也看到了啊 郭董 我一初衷我很怕你殘詢 為什麼 我很怕總統告我 我很怕總統在螢幕上對槍著我 我很怕 我真的很怕 哪一件事啊 就是今天那個記者被郭董 就是戳胸口那件事情啊 對對對 沒關係你可以直接講啊 中天就講那邊 就是郭董去戳中天的記者啦 我一直講啦 包括綠色媒體 還有很多綠色朋友接觸我 我都尊重你們的聲音 不管你是謾罵我 或人身攻擊 林佳馨都OK 這是基層 庶民我覺得OK 可是郭董 你真的OK嗎 你真的OK嗎 按照我們採訪的縣長 第一線的我都覺得 你如果對這家公司有意見 其實你可以跟這家公司的高層講 對 那個對第一線的記者這樣說 其實我覺得那個記者 會感受到很大的壓力啦 他只是一個員工 他只是員工 他就基層 跟我一樣我是造成人 我相信觀眾朋友很多是記者啦 甚至基層車司機啦 勞工朋友甚至庶民 其實你都沒做過的 我們要的就是話語權長 掌握以及尊重 可是誰尊重過我們 這幾年民進黨政府搞砸最大的一件事就是 公平正義 他所謂的社會正義在哪裡 這幾年我跟你講包括公民 公投 甚至農漁業任何漁業三法 民進黨給了我們什麼 他真的是站在漁民農民甚至勞工身上 去發表這些立場 甚至修改這些法案嗎 從來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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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的辦法只是你們反對我怎麼消 就因為我們沒有話語權 就因為我們沒有話語權 我們從來沒有 我要大家觀眾朋友說 林嘉欣很不幸站立話語權 我替你們講話 為什麼 我知道你們的苦 我們從來沒有自己說話的權利 都是你們主導我們的權利 很悲哀 這小的就是這麼悲哀 台灣是民主自由的社會 可是我們真正擁有民主嗎 我們是被精英掌握 我們被精英掌握 好 嘉欣你剛剛講說 你昨天是不是有拿著公約 希望郭董可以簽 所以他到底到現在簽了沒啊 郭董到現在沒有簽 而老實講一句話 你如果連這個最大公約數 就不脫長參選 你不簽 不是你憑什麼謾罵民進黨的 民主制度 你憑什麼 你憑什麼參加國民黨的初選 我問你憑什麼 你實在製造社會的對立 國民黨內的對立 甚至老實講 我們憑什麼相信你 要陪著我們一起扯下民進黨 我憑什麼相信你 韓國瑜輸了我聽你 但你敢韓國瑜贏了 你敢挺他嗎 你敢挺他嗎 就很簡單 但不要說我挺郭挺韓挺誰 我不想這樣被下標 可是林嘉欣有個很大的共識 就是包括很多韓粉 我們就堵攬民進黨 討厭民進黨 我們要拉下民進黨 你聽到這聲音了嗎 郭董 你憑什麼要我們支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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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欣 請教一下潘恆旭 高雄市的觀光局長潘恆旭 你覺得他被講說什麼 出席了一個違法小三通的活動 你自己覺得是什麼樣的狀況 我是想這樣啦 政治人物既然上台 一定很多所謂的 我們所謂的詐騙集團 甚至騙子一些有所目的的人 會趁他啦 包括我一樣 你也一樣 戒凡也一樣 大家都一樣 最大的騙 如果要我提起就 林佳龍 當初的一千億MOU 那些集團在哪 當初我有謾罵他 我不會 大家都為了事情好 想要改變 想幹點事 所以我這方面 我還相信潘恆旭說 你想幹事 但是潘局長 我一樣譴責你 我一樣譴責你 我有跟他通過電話 我一樣這樣覺得啦 要幹什麼事之前 搞清楚狀況 你有幕僚 你有機要 你有一切資源 好好搞清楚你在幹什麼 可是我相信啦 你就想要做事情 極於表現啦 希望你可以 了解清楚 叫幕僚打聽一下 這間公司什麼公司 然後做什麼事 這比較重要啦 不要幾口拖出 對市長也不好 對你也不好啦 對郭文明觀感也不好啦 當然大家也不要過度解讀啦 因為畢竟還沒吃虧啦 沒有什麼吃虧啦 反正就是糊塗事嘛 只要講這種糊塗事 我講過了 1000億的MOU 林佳龍部長 可是嘉欣你不是有整理三個疑點 疑點可不可以講一下 疑點低一點啦 我跟大家講啦 不用三個疑點 疑點就好 可是潘恆旭還沒劍報 民進黨以及他1450 就已經準備好所有資料 在劍報 我剛看過 劍報之前 馬上都已經在網路上散步 這是什麼事 這是什麼事 潘局長自己清楚了 被涉取了 這一局人家在等著你啦 我講過了 我跟他講過了 你已經入入人家局了 人家局啦 所以你應該怎麼幹 緊連盛行 民進黨其實全力準備 再針對韓國瑜談人訓 甚至任何局處首長 只要跟高雄市政府有關的 只要是不好的 馬上1450就大量的修圖 大量的制圖 大量的言語就散步出來 這時候你只能謹慎再謹慎 我已經拜託他 我早上請拜託他 你謹慎 好 謝謝佳馨喔 謝謝佳馨喔 佳馨掰掰 OK 佳馨真的很厲害